接下来我们这个工作效率 如果我们做完正常的样式定义 我可以快速的产生明确的样式 那接下来我还希望做一件事 我们这边不是有很多个标题一吗 通常会希望说 一个新的标题一 前面我就要直接换页 你看 这边它是不是接在这一页的下面 通常这个标题 我就会希望在下一章下一页开始 这个时候记住 做法绝对不是按Enter 以前我们怎么做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点Enter了 可以插入分页符号 好 那快速键是Ctrl加Enter 可以吗 因为快速键的使用 是我比较觉得还比较OK的 好 可是我觉得这都不好 至少你要插入分页符号 七个标题一 你是不是要做六次 对吧 能不能只要做一次 当然可以啊 我现在就要做一次给你们看 听得懂我在说什么 好 滑鼠右键点 标题一 然后修改 修改 修改完毕之后呢 针对这个标题一 这边格式里面有一个叫段落 段落 然后请选 因为我要分页嘛 因为我就是要换到下一页去 所以在这边 分行与分页设定 然后请勾段落前分页 就是这个标题一的前面 这个标题一的前面 我插入一个 就是分页符号 好 直接点选确定 确定 你看哦 标题一不用解 第一个标题一不用检查 他一定从第一页开始 这个 这个 他就直接跳页了 本来是不是在这边 第三个也是 记住哦 以后做事要这个样子 像这个word文件制作 我觉得你把它听进去之后 你下次你把 你会发现做一些文件会比较有效率 可是记住前提 就是一定要先把 标题一标题二都做出来 后面都很快